而面对军宅争议 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王如玄跟绿莹 已经是对簿公堂 打算用司法来解决 但王如玄也捐出了 获利的1380万元 但这样的做法 似乎还是挽不回选民的心 有民调就显示 高达四成的民众 还是不满意 穿上萌衣 系上围巾 王如玄打扮轻松 因为一早到养老院 和爷爷奶奶们打招呼 有些行程总统跑 但是有些行程 就我个人来跑 尤其是对弱势关怀的部分 其实是我自己最关注的 也最乐意来协助的 和朱立伦分尽合集 主攻社会福利 但军宅争议实在太伤 就算不断跑公益活动 也捐出获利的1380万 还是有高达四成多的民众 不满意王如玄的处理方式 我希望能够帮助这块土地的 也是希望在分配的争议 能够做一些努力 所以我会持续努力再努力 加油再加油 何时才能消除负面形象 如今连老公黄东勋 都已经口头请辞 司法院阵风处长 连政署他们也在处理了解中 到底是不是以他的职务 跟他这些外面的这些传言 怎么样的 是不是不适合担任 那长官如何安排 其实他都不会有第二句话 我一切都会配合检调的调查 把军宅正义交给司法处理 北简也已经传唤王如玄下午说明 不过这样是不是就能让风波止息 恐怕炒房这两个字 在选战后期还是会继续烙印在王如玄身上 有电TV另外是朱祁鱼台北报道